让温暖的光芒来照亮石缸的夜晚 石缸区公所已经连续第四年 来举办石缸花样艺术登节 今年是以幸福温暖为主题 打造了幸福石缸七重奏 在东风绿郎、雀桥等地 就规划了七大主题登区 更特别增设了灵丹月台的光布环境布置 运用了这现地保留的火车车厢 结合了圣诞老人还有雪花等元素 来打造了星光璀璨列车 而在绿六广场还有七米高的璀璨星空塔 邀请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石缸美妙的灯光小叶 旋利烟火在空中绽放 威尼一度的石缸花样艺术登节打头阵 今年迈入第四届的登节活动 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5号 战期横跨元旦春节以及元宵节 希望大家能够到此欣赏美丽登景 今天是我们石缸第四届伴侣花样艺术节 那今年是以温暖幸福为主轴 那我们今年有七大主题的灯区 那灯区分布在我们的林丹月台 还有我们的情人木桥 还有四者歌曲等七大主轴 那我们是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2月5号横跨了我们的元旦 我们的春节还有我们的元宵节 那长达51天 那我们欢迎大家都到我们石缸来看我们的灯会 今年以幸福污暖为主题 打造幸福转运下一站 四月相守到白头 星空有约共产捐等七大主题灯区 今年更特别新增加了月台光布环境布置 而在绿六广场则有高达七米的八芒星椰蛋树 一旁还有水流性条造型的艺术装置 今天木桥就是一个来这边看 然后来这边玩 觉得来这边也是玩的地点 有山有水这样子 我刚刚一路过来我看到那个灯 大概也会有十万人来 所以石缸又要热闹了 三层又要热闹了 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乡亲 大家共同的期待 过去这两三年大家辛苦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实在很辛苦 但是疫情防疫的过程 我们岁末年中真的彼此感恩 彼此拥抱 在寝人木桥则以紫色三海 搭配白蓝色系的铁骨秋水滴 让民众感受在宇宙漫步的浪漫 东风绿狼沿线则是有星球光海等光环境狼道 梦幻指数破表 欣赏美丽灯区 不仅能够尽情拍美照 温暖的灯景也让新花躲躲开 介绍专案台中商务报导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行的换子 我们下来